飛彈直衝天際 猛烈轟炸敵方目標 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軍隊 雙方徹夜轟炸 最新傳出又有一位真主黨指揮官 遭以色列軍隊炸死 大批黎巴嫩民眾以及各國公民 擠爆貝魯特機場準備逃亡 以色列召開緊急會議 下令空軍隨時做好戰鬥準備 不只要應付真主黨 準備為哈馬斯領袖復仇的伊朗 以及伊拉克和敘利亞民兵組織 野門胡塞組織都可能同時攻打以色列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還聲稱 伊朗可能今晚就動手 總統拜登則緊急召開國安會議 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 CNN報導指出 有兩艘美國驅逐艦 已經從阿曼灣開附鴻海 要預防區域衝突擴大 以色列軍方則表示 已經準備好在耶路撒冷的地下碉堡 作為長期作戰指揮中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